黑车开出加油站 直接逆向墙到前头 差点更迎面而来的BMW 变成碰碰车 明明过不去竟还想插队 黑车驾驶眼看糟薄罗 倒车想瞧位子 想不到第一次 直接冲撞无辜BMW 第二次油门大脚一催 更直接失控往后大爆冲 后方驾驶反应快 立刻网友切出 还差点再撞停等红绿灯的驾驶 花莲线和平路上 超恐怖行车画面曝光 也吓爆一票网友 直呼真的看到胃很痛 另外在新北市中和 连城路上则有机车猛撞 骑士身亡 画面中骑士要过弯 碰巧遇上同方向 也要右转的公车 骑士猛转油门 疑似要超车 不了却意外失控 往右喷撞分隔岛 大花雷蚕摔飞 后方公车司机急踩刹车 惊险在撞上前停下车 但骑士受伤严重 到底不起 机车整台侧摔 车道上还留有 撞击瞬间 喷飞出去的一串香蕉 骑士是39岁的加油站员工 当时准备前往上班 疑似车速过快 超车失败 松一抢救一个多小时 最后家属 忍痛放弃急救 宣告死亡 就杨洁财神 才能报道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为中国人生推荐 摇滚尽方向 反正是它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